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韦婷 2022年10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就当前及经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布林肯强调中美需要保持沟通渠道的长通 双方在通话中还谈论了哪些内容 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要请到 泰河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钱峰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布林肯在通话中表示 美方密切关注中共二十大和大会报告 王毅表示 大会对外发出的重要信息是 中国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继续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这是中国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 提供的最大稳定性 王毅说 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 就请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 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 主观益测 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 蒙蔽双眼 王毅指出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不仅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美方应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 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 美方出台对华出口管制新规 限制对华投资 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必须予以纠正 布林肯表示 世界期待美中合作 美方越境下阶段美中关系 同中方保持沟通 展开合作 探讨两国关系的基础 前先生您好 你好 在佩洛西今年8月窜访台湾之后 中方就中断了与美国的对话机制 此次王毅应约同布林肯通话 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王毅外长此次与布林肯的通话 这也是今年9月底 王毅外长在纽约参加联合大会期间 与布林肯的会晤之后 又一次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 这个释放的信号也是很栖息的 因为尽管中国现在 我们面临着美方这段时间的无理打压 无论是我们看到 美方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正在通过的台湾政策法 无论是美方出台了一系列的 针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措施 还是美方抛出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等 但是中方的诚意是很明显的 中方还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这对两国人民有益 对世界和平有益 这个是可以说是没有变化的 这样一个信号也是释放的时机 我觉得也是获得了 可以说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赞扬 因为这个有利于中美关系 它现在很多分析人士 也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 因为在中美两国近期重要的政治议程 已经告语断落 比方说中方的二十大 还有美方的重要的政治议程 也是即将告语断落 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即将告语断落 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 可能中美关系 这种紧绷的中美关系 会迎来一个改善 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国际社会也希望中美两国 在这个问题上 进一步做出更多努力 然后稳定好双方关系 这次的对话 王毅指出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不仅符合中美共同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中方的态度立场 您怎么来解读呢 中方对美的外交的政策 希望中美关系保持一个稳定 这个态度 这个政策也是一一贯之的 中方其实从来也没有改变 变得是美方 其实刚刚结束的 二十大报告中 中方在对外政策领域 是这么阐述的 因为中国也希望 在这个和平 这个共处五向原则的基础上 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扩大与各国的这个利益 这个交汇点 同时呢 在这个大国关系问题上 中方也是希望 这个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 然后呢 与这个大国呢 建立一个合作 共赢 这样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这些各国还有大国 都自然是包括美国 我们这个问题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变的呢 也主要是美方 是美方这些年的 这个一个政策的变化 可以说中方的这个 对美政策呢 这个意图呢 不是清清楚楚的 都是白纸黑子写在报告里 这次布林肯还强调说 美方密切关注 中共二十大和大会的报告 王毅回应到 美方不要再戴有色眼镜 去主观一侧 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 蒙蔽双眼 您认为此表态 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表态呢 其实我们从 王毅外长这个表态呢 我们也可以联系到 这个美国的这个 对华政策的这些年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在二十大前的 这些美方的 这些种种的做法 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近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在二十大 这个召开前后呢 其实美方的一些媒体 包括呢 美方的这些议员 这个两党也都有啊 总是呢 这个无端呢 这个猜测呢 这个中方的意图 认为呢 这个中方呢 可能在二十大之后呢 这个外交政策呢 会更加的咄咄逼人 这个对美政策呢 也是更加的强硬 其实呢 这也反映出一点 这也是王毅外长呢 这个讲话中的 点出一个实质 就美方呢 这些年 这些对华不友好的人士呢 他们总是呢 这个老代理呢 是冷战思维 老代理呢 都是一种对手思维 他们老代理呢 都是从这个过去的 这个人类争霸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 历史的这个角度呢 来看待这个中方的这个发展 他们来看待呢 跟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发展 他们呢 对这个中国的发展 这个特别担心 特别是呢 对中国式的这个 我们中国有特色的 这个发展道路呢 我们这方面的做出了努力 他们总是呢 充满了种种的 这个歪曲的这个偏见 跟歧视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也是导致了 就美方对华政策 我们看到这些年出台的 非常的扭曲 这非常的无理 有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有时候充满矛盾的 另外王毅呢 这次还提到了说 美方应该停止 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 不要为两国关系 制造新的障碍了 美方出台 对华出口的管制新规 限制对华投资 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权益 必须予以纠正了 在接下来 对华贸易的问题层面 您认为美国会如何来做呢 王毅外长的这个想法呢 其实这一点上呢 他也点出了的 其实这些年啊 中美关系啊 这个可以陷入一些紧张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 在过去这几年 每当呢 这个中美关系呢 这个出现呢 就是说一些 可以改善的一些迹象 和一个趋势的时候呢 美方呢 总是有一些人 然后呢 无端 这个制造了新的障碍 这个我们看呢 也是特别清楚 这个无论这些障碍呢 不论是在政治上 外交上 包括呢 这个安全领域 包括呢 这个台湾问题上 包括呢 这个对华呢 这个科技 这些领域 屡屡制造了一个新的障碍 让中美关系呢 总是呢 遇到这个新的问题 让中美关系呢 总是呢 这个限于紧张 连接到这个中美贸易问题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 这个中美贸易的问题 特朗普这部实习 这个悍然呢 发动了这个贸易战 然后呢 这个 对华进行了一个高关税 这个不合理的高关税 到现在这个高关税呢 还是没有取消 这个拜登上来后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也是没有这个 特别明显的这个进展 是不是拜登政府呢 他们就不明白 这个对华高关税呢 其实是属于呢 这个损人不利己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美国政府呢 就是认为呢 这个 这个对华高关税呢 就是有利于维护呢 美国企业 美国消费者利益 其实他们都知道 这不是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内部呢 还是有一些人坚持呢 把这个对华高关税呢 当作一个 就今后对华的一个战略工具 来使用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不肯松口的 他们把这个贸易 蒙上了这个政治的这个色彩 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处来损害的呢 不仅是这个中美两国 这个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 而且也损害了美国这个企业和消费者的这个利益 拜登呢 与五角大楼高层 以及来自六个军事部门的十一名官员在白宫会面了 拜登再一次郑重表态说 美国与中国会有激烈的竞争 但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此表态您如何来解读 您认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呢 这是拜登呢 也是呢 时常呢 提到的 特别是在拜登呢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 这个四不一无一 中的就包括 这个不寻求呢 与中国发生冲突 此次呢 美国呢 这个拜登呢 在这个这样一个重要场合 在五角大楼 汇集了这么多的 这个美方的高级将领 包括呢 这个国防部长 还有主管政策的这个副部长 这样的释放的信号呢 也是呢 表明了 这美方呢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呢 确实呢 也是寻求一个中美关系呢 这个一个相对的稳定 保持一种可控的状态 特别是呢 要管控风险 但是呢 美方是这么说 对吧 但是我们 我们呢 也是要强调呢 美方呢 最近呢 他包括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包括呢 他的军方的国防战略报告 以及相配套的核态式评估 包括呢 战略防御评估 战略导弹防御评估 这些呢 其实都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其实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 已经呢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这就是呢 把中国呢 作为呢 最大的这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在我看来呢 对于美方来说 在中方的接触中呢 这个要继续呢 这个说一套 做一套 继续呢 要扮演这种 有关的这个高官之间 扮演这种 唱双簧的这个角色的话 这样 只会呢 这个让中方呢 一次次的失望 让国际呢 爱好和平的人 一次次的失望 而且呢 让人家呢 也更加的质疑 美国 特别是白宫的 这个对外政策 对国家政策 在执行起来 是不是如此的混乱 其实G20峰会 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您认为 此次王毅与布林肯的通话 是否也涉及到了 中美元首 G20会面的相关内容 我想呢 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呢 这个两人呢 都作为了呢 中美两国呢 这个最高的 这个外交官 他们之间的 这个此次呢 通话呢 这个内容之一呢 肯定也是为 这个这个月 在印尼G20峰会 做准备的 为中美元首呢 可能的这个会见呢 做准备 这样也是 可以说是为这个 因为这次会见呢 也毕竟是 这个中美两国元首呢 这个五年来啊 这个第一次呢 这个可能是线下的会晤 线下会晤 对两国呢 这个意义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 在当前这个背景下呢 稳定这个国际社会呢 对这个中美关系的预期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感谢钱先生 精彩的解读 下节新闻今日谈 带您继续关注 王毅布林肯 就俄乌局势交换意见 相关话题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来 10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通电话 在通话中 双方就俄乌局势 交换了意见 在通话中 王毅与布林肯 还就乌克兰问题 交换了看法 王毅强调 各方应保持克制 冷静决断 加大外交努力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甚至失控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不能关闭谈判的大门 只要有1%的可能 就要为和平付出 100%的努力 王毅与布林肯通话的前一天 10月30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一档直播节目上说 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领导层 已准备好与西方对话 强调俄罗斯 为舒缓目前的紧张局势 愿意在平等方式下 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 克里姆林肯发言人 佩斯科夫 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 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会谈的前提 是美国愿意聆听 俄罗斯关注的事项 以及重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 去年12月中旬 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 分别提交双边安全保障协议草案 就俄方安全诉求提出建议 佩斯科夫说 或许俄方在协议草案中 所提诉求 未能让所有人满意 但双方值得坐下来谈 前先生您好 我们的话题继续 王毅在与布林肯通话中强调 要加大外交努力 来解决俄乌冲突 前一天10月30号 俄方还表示 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对话 俄方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目前情况下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 有可能达成对话吗 困难在哪 俄方的表态呢 其实我们看近期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的 瓦尔代论坛上的讲话 这个其实讲话 也是目前的态度 一个重要的阐述 其实俄罗斯 总统普京他强调 俄罗斯不把西方作为敌人 俄罗斯是想寻求 与美西方长期寻求搞好关系 但是每次俄方的努力 都是没有收到这个效果 现在俄方的这些众多高官 也有又一次地放出 可能愿意寻求会谈的 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我看来 其实这既是俄罗斯的 目前的外交政策的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可以说是战术性的一个调整 战术性的调整的目的 也是为了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 普遍呼吁俄乌冲突停火 普遍希望各个国家 要坐下来谈 而且在这个战场上的形势 目前看俄方还没有占据 明显的上风的情况下 释放出一个缓和的举措 目的也是把这个河滩的球 可以踢到美国跟西方 包括乌克兰这一边 这样的话 俄罗斯也保持一个战略上的 特别是外交上的主动 在这个情况下也重新要赢得 争取一些俄罗斯道德 这个道义上跟舆论上的 一个制高点 但是希望是美好的 就包括国际社会 对俄乌冲突停火的 希望是美好的 但是目前看 我觉得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就拿普京在瓦尔代论坛上的 当时愿意与美西方 搞好关系的这样一个表态 当时包括他也强调他也不排除 要亲自参加G20峰会 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一个会谈 但是当即很快 布林肯就是公开否认了 而且说美方在当前这个情况下 认为与俄罗斯的谈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拒绝了拜登与普京会面的可能 从这些看的现在各方对此立场 还是比较相应的 尤其是乌克兰 还有美国和西方 在乌克兰方面 因为前段时间已经也明确了 就是说写入白纸黑色了 是不与俄罗斯的县政府进行谈判 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堵绝 这也是把这个今后下一步 与俄罗斯普京政府谈判的空间给堵住了 而且双方在这个如何谈判 谈判的这个条件 谈判的这个可以说是双方开的架 开的这个筹码吧 是差别是千差万别的 很大的 可以说没有可以弥合的空间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何谈呢还目前看不到一些 让人期待的这个曙光 在10月29号 乌克兰发动了俄乌冲突以来 对俄黑海舰队司令并锁在地 塞瓦斯托波尔港最大规模的一次 无人机袭击 当天塞瓦斯托波尔遭到了 乌方无人机长达数小时的 一个大规模袭击 在乌方公布的袭击中 信息中呢说 这个疑似一个黑海舰队新旗舰 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 遭到了袭击 不过俄方则表示说 袭击只造成了一艘扫雷舰 还有隔离带受损了 此次袭击到底给俄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如果呢这个马卡罗夫呢 这个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攻击的话呢 而且甚至像乌方所说的 可以说这个战力受损了 甚至沉没了 那这个对俄罗斯呢 肯定是基莫斯科号 这个黑海舰队的旗舰呢 今年这个六月份呢 被击沉之后呢 又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是呢我们目前看啊 这个战争发生以来 这个冲突发生以来 这个包括呢 这次这个黑海袭击事件呢 这俄乌双方的这个战报啊 不仅是矛盾的 而且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冲突啊 对于这个黑海舰队受袭的这个细节呢 我想呢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像乌方所说的 至于呢这个黑海舰队呢 此次呢这个受袭事件呢 我觉得这个结论呢 可能有这么几个可以下的 第一个呢 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呢 在此次呢 这个乌克兰呢 组织的这个袭击当中呢 确实呢受到了这个损害 受到了这个 这个受到的在这个袭击当中呢 遭受到损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损失呢 我觉得呢 这个大小 我们留待这个进一步观察 但是呢 从此次呢 乌方呢不仅动用了无人机 而且呢还 那个从各方报道看呢 还动用了一些无人体 这个呢 无人体呢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 因为它可能呢 又是代表着这次呢 俄欧冲突 一个新的这个作战这个样式 我们这个无人体呢 因为我们知道 乌克兰背后呢 有这个美国北约的 这个强有力的 这个情报 这个支持 在无人体呢 对俄罗斯黑海舰队 进行一个袭击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的这个展现 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已经不吸气了 但是无人体 对于这个 对一个主要军舰进行一个袭击 包括呢 它这个无人体呢 它背后呢 是不是还 就是说加持了很多的 包括这个高技术的这个传感系统 这个我觉得呢 对军事界还是有待观察的 第三个呢 还有这个冲突呢 为什么又是发生的黑海舰队 因为黑海舰队呢 可以说黑海我们看到是一个内海 就是是一个陆地包围的一个海 这个呢 俄罗斯呢 海军呢 黑海舰队啊 可以说是一直以来是都比较憋屈的 从一直都在这个海中间 在这个徘徊 可以说可以施展的空间并不大的 所以说呢 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呢 自从俄欧冲突发生以来啊 都是呢 停留在这个港口附近 或者顶多是这个近海 这样的话呢 乌克兰呢 给乌克兰呢 在北约这个美国情报制止下呢 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呢 实施一个精确的定位呢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嗯 针对这次袭击 俄罗斯是指控英国参与了袭击 称这次袭击是乌克兰军方 在英国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此前俄方也指控英国皇家海军 参与了针对北溪管道的袭击 俄方为何将矛头指向英国呢 指控是否有道理 这个我们要看现在的这个俄罗斯 跟英国的关系 俄罗斯跟英国的关系呢 可以说是呢 也是因俄误冲突呢 包括呢 英国呢 这几届政府呢 也是跌入了这个最低谷 以至于呢 像英国新任的首相 苏拉克上台之后呢 执政之后呢 俄罗斯呢 都没有发任何的 这个可以说是核心 或者表示一个正式的一个外交问候 因为呢 在俄罗斯看来 美国呢 是这个让乌克兰冲突呢 这个战火持续燃烧的 背后最大的推手 但是呢 配合美国的 最卖命的 就最卖力的 可以说是 美国的在北约的 在对抗俄罗斯的这个冲突当中的 这个副警长是谁呢 是英国 而且呢 英国呢 本身呢 因为英国呢 本身呢 它无论是在技术上 包括呢 情报上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我们现在还要静观的看 俄方呢 如果进一步的指控 这个英国 它会不会展示呢 一些更多强有力 有说服性的这个证据 至于对加拿大 加拿大呢 来说的话呢 加拿大其实呢 在这个 俄罗斯当中呢 也是呢 参与 也是一块 制裁俄罗斯 而且最近呢 这个加拿大呢 我们看到一个 比较给人关注的消息 加拿大呢 从韩国购买了呢 这个订购了呢 大批的这个炮弹 很多人 这个专业人士认为 这个加拿大在这个和平时期 它需要这么多的 这个火炮 这个炮弹吗 那很多人猜测 它是为这个 最后乌克兰订购的 这次袭击 俄方这个受损的扫雷船 有参与保障 粮食通道安全的任务 针对袭击事件 俄罗斯退出了 粮食出口协议 这对于当前 全球的粮食供应来说 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这可以说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俄欧冲突以来呢 因为全球呢 这个据统计呢 至少有36个国家呢 他们的这个 这个谷物 谷物进口 是依赖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 但是呢 俄欧冲突以来呢 它这个黑海的 这个运输通道呢 因为战火呢 受阻了 所以说呢 这也是让国际社会呢 也是忧心忡忡 而且特别是呢 这个谷物出口呢 受阻之后呢 这国际市场呢 这个关于谷物的这个价格呢 一度呢 飙升 一度上涨了将近60% 但是后来呢 我们看到 也是呢 这个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 在联合国 包括呢 像土耳其的这个努力下呢 这个达成了 在本月底之前呢 也是要保障呢 这个 这种出口呢 通道顺畅的 这样一个协议 这个谷物出口协议 而这个谷物出口协议呢 可以说是最近 这几个月呢 可以说是有助于 这个平易国际市场上 谷物的这个价格 也是让呢 减少了呢 让更多国家呢 陷入粮食危机的可能 那现在俄罗斯 以这个 因为安全原因嘛 这个退出这个协议的话 我们看到了 会让这个 现在这个形势呢 这个粮食危机呢 可能会在今年冬天 会变得呢 这个话题更加沉重 感谢钱先生 精彩的解读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legislatur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ๆ